蘆冬南門路上這塊空地 原本是雜草重生 但是仁德社區在專業老師的指導之下 這黃金地段上 種出了相當多的健康無毒的蔬果 是社區居民的開心農場 而每天都會來這裡浇水 拔草還有施肥 細心的照料著 並且在今天開心地產收成果 我們是仁德社區 水果花人烏肉 可是原地的受訓的團隊 路動的黃金地 原來都是炒 然後我們跟政理 一間過月有校長 有過月的校長 跟我們民藝老師代領的 修衛老師的團隊 把我們指導 讓我們今天有這個成果 來修生這些菜 第一個讓社區的長輩 學習到種菜的技術之後呢 他們成分都可以來這邊拔草 然後照顧這些蔬菜 其實心情也會很好 那所種的這些蔬菜呢 也可以送到社區的關懷據點 給社區的長者來食用 季節性的蔬菜應有盡有 而採授之後也將會送到 仁德長青食堂來料理 自己種 自己吃 最健康 豐收的成果也讓居民是笑開懷 做得很開心 怎麼做得很開心 因為每天看著切切很舒服 也要照顧就對了 水 要烤草 土如果太粥也要補給好時 對啊 這麼做得漂亮 都什麼時候呢 我都套衣就起來把整理了 對啊 炒啦 看著炒就要把它拌起來 我本來這片都全炒 我們都這樣有辦法把整理 我們這裡的志工有辦法把整理起來 教他們政策呢 主要是教他們像顧小孩一樣 如果要顧這些小孩 所以他們每天出來 悪水路悪肥路 上面顧小孩 顧出來的所以 有很多人的成果 各地的殺戒未來 大家已經煮這個風景 已經變成一個圓 也能夠讓他們的食堂 在煮的時候 有一種感覺是 他們自己蒸出來 而且是這個 他們細心呵護的成果 也兼顧到我們可食風景的 很重要的一個一環 仁德社區打造可食原地 成功的讓居民 多了一個活絡筋的地方 並且在心情栽種之後 快樂享受健康美食 更是達到了田園良育的效果 仁德社區 贊贊贊贊 來去出發啦 一段新聞記者 我們下一次才會報道